纪造节 每年农历的腊月二十三日,是中国的传统节日,纪造节。 有关造王爷的来历,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小故事。 据说古代有一对姓张的兄弟,哥哥是米水匠,弟弟是个画师。 哥哥的拿手活是盘锅台,他盘的锅台既好看又耐用。 人们尊称他张造王。 这个张造王啊,是个热心人,左邻右舍谁家有了难以解决的事,都要找他来主持公道。 张造王整整活了七十岁,去世的时候正好是农历腊月二十三的晚上。 张造王刚去世,张家就乱套了。 张造王的两方儿媳妇和画师的两方儿媳妇吵着闹着要分家,画师无可奈何,整日愁眉苦脸的。 有一天,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好点子,就在腊月二十三张造王去世一周年的忌日,他提前在造壁上贴了一幅张造王夫妻俩的画像。 等到深夜,他将全家老小都叫醒,带到了厨房里,只见黑漆漆的造壁上摇动着的烛光映照着张造王和妻子的荣报。 画师表情严肃的说, 玉帝公大哥和大嫂为造王爷爷和造王奶奶,你们平日里不敬不孝,闹得家庭不合。 造王爷很伤心,也很生气。 他准备禀告玉帝,年三十晚上下届来惩罚你们。 儿女们听了,立即跪地磕头求饶。 我们错了,以后再也不敢了。 他们赶忙拿来张造王平日爱吃的甜食供在造上。 造王爷,饶了我们吧,我们以后一定会好好相处的。 从此以后,经常吵闹的书国兄弟和媳妇们再也不敢撒泼了。 全家人又过上了和睦安眠的幸福日子。 这事儿,给街坊邻居们知道后,一传十,十传百,都跑来张家大厅。 这造王爷的事儿是真还是假呀? 画师弟弟想了想,觉得有一个造王爷对百姓们也不是什么坏事儿。 于是,就画了很多造王爷的像,分给了大家。 从此,家家户户的造房都贴上了张造王的像, 并在腊月二十三,张造王即日这天,举行隆重的祭拜活动。 但人们还是担心造王爷上天后,会向玉帝报告家里不好的事情。 于是,他们又供上松软棉牙的麻糖。 希望造王爷只顾着吃,顾不上根玉帝会报。 久而久之,这种做法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祭造节。